第一次入境台湾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自己走的居然是外国人通道 当时来到其他部门 他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这是来自中国的新同事 问我你是不是在大陆混不下去了 所以才会选择嫁去台湾 大家好 我是在台湾第三年的 中国大陆女士花花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聊天室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近期影片更新的顺序 有做了一些调整 认为很多花粉跟我说 花花我们很喜欢你拍台湾生活的Vlog 看起来既轻松又美好 也有一些花粉说 我喜欢看花花坐下来跟大家聊天 听她讲一些两岸不同的地方 可以了解大陆人 所以大家都有想看的内容 那我之后的影片更新的顺序呢 就是一篇Vlog 然后一篇 我选择一个主题坐下来跟大家聊天 今天的影片就是大家要听我讲话的哦 有一个很久之前我就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正片开始之前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任务 就是爱花三不早 还没有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帮我完成哦 我最近的生活其实过得蛮忙碌的 然后有一些朋友说 其实忙一点也挺好的 这样的话就看不到一些酸民的留言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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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想这样 不过我发现 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忙碌 还是能看到的 因为有一些人的存在呢 他就是要一直纠缠你 他们不会放过你所有的账号平台 我近期呢就一直受到一个问题 问我 你是不是在大陆混不下去了 所以才会选择嫁去台湾 所以才会选择嫁去台湾 嗯 你什么意思啊 我像是在大陆混不下去的人吧 有时候我真的有点怀疑自己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小粉红们这样烤杯了 烤杯了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讲脏话了 不行不行 我要保持一个优雅的状态 在大陆混不下去选择嫁去台湾 这是虾米鬼逻辑呀 所以那些嫁去国外选择在国外生活的人 都是在大陆混不下去的吗 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把这个拿出来讲 我相信很多嫁来台湾的陆配YouTuber们 她们也一定会受到这样的言语攻击 所以我想说能够选择嫁来台湾的人 特别是这些大陆女生 她们多半都是很优秀的 而且在大陆的时候也一定不是混得不好 最起码比那些不明是非的小粉红混得好吧 妈真小 她们可以选择一个人只身来到台湾 还能很好的融入这个大社会 你觉得如果换作是你 你可以吗 你敢吗 你人又不在台湾 又不了解真实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会巴拉巴拉说一些 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话 你来呀 你来你来 真是受够了 你在叫我做事啊 不要把收复台湾这种重任 放在我们这群平民小百姓身上 有本事你就来 让我看一哈你死有多厉害 有小可爱说你在台湾上洗脑的 真的很严重 好可怜呐 嗯嗯嗯 我被洗脑了 没错我被洗脑 我被身边友善的台湾人每天都在洗脑 不过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要把时间花费在我的身上呢 你都说我被洗脑了 古人不是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吗 我们有什么好聊 你为什么苦苦纠缠我 打了别人一下 然后呢还不许别人喊痛 还要告诉别人 这是你活该 你要忍着 哎 不道德哎 怎么好事都是你 坏事都是别人呢 我今天也要趁着这支影片 跟大家讲清楚 只要是发私信轰炸骂我的人 我就会拍影片回应你 放心 我不会用问候家人的方式 我跟你又不一样嘛 我的原则就是谁给我面子 我就给谁起 像平时大家在影片下面留一些 酸言酸语的话 我看过就过了 但是那些试图用脸书啊 IG啊 甚至是邮件 私信轰炸都不会放过我的小粉红们 那咱们就来个持久看试试 你骂我 我回应你 永不停歇 你觉得如何呢 别太放肆了 没什么用 之前不是有一部影片 讲大陆人说台湾很落后吗 有人看不下去的说 说台湾很落后很正常吧 台湾人不是也说 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吗 你有没有在台湾人面前 替大陆辩解一下呢 哎 说真的 我在台湾生活了快四年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 在我面前说 哎 你们大陆人是不是吃不起茶叶蛋呢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 我要怎么去帮忙解释呢 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台湾人 他们大多数人对大陆呢也是有肯定的地方 他们也会认为大陆的经济发展确实很迅速 也有一些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别人并没有全盘否定大陆的一切 那你看台湾人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 我猜多半都是在网路上吧 网路上还说河南人人人偷井盖呢 我们河南省不是一样一直被黑吗 你家的井盖丢了就怪是河南人 现在谁还偷井盖呀 你怎么不想想 你吃的粮食有四分之一都是河南产的 河南养活了那么多的中国人 大家有感谢河南吗 有说河南的好吗 更可气的是我还看到有小粉红给我留言说 果然原来你是河南人 别丢人了回你的乡下去吧 这位河南人怎么了 这位河南人用我们的方言来说 我骄傲啊 我真是搞不懂都已经是21世纪了 怎么有了人的思维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 地狱其实最严重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小粉红最多的地方 我在大陆混的好不好 只有我知道 但是你在大陆混的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在骑士的眼影当中 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在大陆混的不好 不会选择嫁去台湾的 一个人如果他连在大陆都混的不好的话 我觉得他也没有能力来台湾 你以为现在台湾人 娶老婆都是不选人的吗 现在能嫁来台湾的年轻大陆女生 哪一个不是很优秀 再者说 花花姐姐我呢 不是选择嫁给了台湾 我嫁的是一个有担当的台湾人 他是一个人 别动不动就嫁台湾 嫁台湾 我又不是跟土地一起生活 你说你瞎操什么心呢 难受是吗 再者有关于早晚要统一的这个话题 两岸隔海分支应该也有70多年了吧 人民往来本来就不方便 难免呢就会有一些误解 我们在各自的教育体系里长大 没有来台湾之前 我以为中华民国只是我在历史课本当中学到了一个朝代而已 来台湾之后呢 我发现居然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奥运会中的中华台北 原来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华 身边的台湾朋友告诉我 那个代表中华民国 第一次入境台湾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自己走的居然是外国人通道 这些对于很多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人来说 没有人跟你们讲这些 你们当然不了解 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学到的是什么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 台湾人是大陆人的同胞 长大后呢 我们开始在网络上看到台湾和大陆想要分开 很多人就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说实话 我很能理解那种感受 之前不管小粉红骂我什么 我都有尝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我很少去封锁那些人 或许是因为曾经的我也可能和他们一样过吧 我记得第一次在台湾被称中国人的时候 是我第一份工作 入职第一天 我的主管带我去其他部门做自我介绍 他人超好 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当时来到其他部门 他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这是来自中国的新同事谁谁谁 我当时听到一下子就懵了 分得这么清楚吗 我知道他绝对不是因为歧视才这样讲 一开始其实我还蛮不习惯的 当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我真的有发现我代表的不是说郑州那座生活的城市 也不是我的家乡河南那个省份 我的身份突然间就变了一个很高的档次 它就是代表一个国家 但后来我也慢慢的习惯了这样的叫法 连我自己平时被问来自哪里的时候 我都会顺口讲一句我来自中国大陆 笑愤红一定觉得恨奇怪这么会诱人不爱自己的国家 那么需要死靠爱与不爱到底要拿什么衡量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选择嫁到台湾 更多的是我遇到了一个爱我的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合拍 当然也抱着一些对新世界好奇的态度 然后看看明明我们都一样 和我们又感觉不一样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台湾对于我来说是异乡 但又是新的家乡 这里的家人朋友对我都很友好 或许等再过一段时间 我会想要回到我以前的家乡 但这一些就是要看个人的选择吧 好啦就先讲这么多 非常感谢花粉们在这段时间 对我的大大的支持 还有一些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 也要谢谢你们前来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话 也要记得给我一个支持 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才会有更多的拍影片的动力哦 同样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还不错 也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 可以写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 另外我的脸书和IG在这里哦 有我在台湾的生活日常 大家也可以follow起来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记得订阅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